ekt 1 那我覺得 回事要回來我其實我透過這次這個project 我希望各位這樣能不能做出來一回事 但是我希望各位可以仔細的去驗證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feature 什麼樣的特色 什麼樣的characteristic 定義了我們人 我講話之所以是這個音色 之所以這是我的音色 到底是什麼東西 define 我的特色 你的特色 他的特色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就問一個 基本的問一個 What constitutes a person's unique voice quality What constitutes a person's unique voice quality 以至於那是你的聲音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嘗試來回答 如果能夠回答到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能夠回答擊中這個問題的答案 那我們就有辦法去設計說 我的特色是這樣 你的特色是這樣 所以中間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transformation 你去define 也許就可以把我的聲音轉換成你的聲音 所以比方說我們人的聲音到底是 define我這個人是我的槍還是我的吊 你會覺得我講話有一個特色的槍嗎 有一個特色的吊吊吊嗎 有一點點 因為有點頭 那個可以給我點頭 我剛來清炸的時候 很多人以為我是馬來西亞橋車 也許我的吊吊吊 這個可以回答 也許是啊 所以在某些可能他的槍是比較明顯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 所以槍跟吊怎麼辦 如果是發覺一個人的特色是槍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model他的槍 他的槍到底出現在什麼地方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些人說呢 有些人說有些人不這樣說 有些人說 是在一些共振的方法 我們之前上課有講到說 對我們回顧一下 這個快速回顧一下 linear prediction linear prediction 這件事情會幫助我們找一個 這個filter的一些系數的類的 那這些系數如果要換成 opold filter 就會畫出spectral envelope 那畫出來spectral envelope 有人說呢 F1跟F2我們之前看過一個T型的圖 有沒有 F1跟F2在你們某一個禮拜的lab 就是大致上呢 就是說明了他的這個下巴 你的下巴跟你的舌頭放在什麼位置 這是關於說到底你講了哪一個母音 F1跟F2 是在他所呈現的是 他所incode的 是這個哪一個母音這件事情 但是 這些 filter他算算會有一些 更高頻的共振風出現 就是說這個包落的 所謂共振風的定義是包落的頂點 包落的局部最大的 就是共振風 這樣各位了解 不是講那個細節 是講包落 那個包落 所以那些包落可能在 你看那些在哪 可能除了F1 F2還有F3 連接還有F4還有F5 是不是 所以 有些人是這樣說 據我印象中 F4啊 F5這些更高頻率的共振風機 是這種 就決定了說 可以拿來做speaker identification 有人是這樣說 我們如果要做 所以MFCG也可以這樣用 也許是他後面幾個三角帶風率波的能量 那個就每個 我跟 我的聲音跟同意我來聲音可能就不一樣 同樣即便我們都是講的是R 可能我的那個 後面的那些組成 能量的組成 分布 構成風的位置 在比較高頻的地方可能是不一樣 我講高頻是高frequency 不是queferency 所以這個 我們講的是frequency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事情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實驗說呢 如果大家承認可能這個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來做一個嘗試 也許喔 我就會說 A possible way to change the accent 怎樣把我的腔改變成同意化的腔呢 也許呢 我們可以先 不管是先找我吧 然後說 找出我的former frequency在哪裡 這個怎麼找知道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其實上次沒有強調 而且我們課程沒有強調 former frequency呢 其實就是出現在 大致上是出現在pole的一個角度 你在算內那個東西的時候 稍微寫一下 這是頻譜的包裹的這個z transfer 寫成這樣放 那這個z transfer 它的分母的部分呢 會有一些的 一些的pole 分母的部分可以寫成這樣的一個連成績 它這就代表哪一個 這個多項式的根 那這個多項式的根呢 這個多項式的根 又可以寫成說呢 它的半徑 跟它的 角度 因為都是負數嘛 那我們是十系數的多項式 所以這個根呢 會共二出現 共二出現 如果是虛數 共二出現 差不多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就是 其實就是說 一個pole 就會定義到一個共振的頻率嘛 各位想是不是這樣 二階的這個線性的這個系統 凡是這個pole 它所出現 這個東西代表它的這個角度 那r是代表它的衰減 attenuation rate 如果是把它做 一拆手的話 就會遲早 學過報 所以這個角度其實就 其實差不多就 假設我們共振風之間都 隔很遠 隔得夠遠的話 這個角度 大概就是平普暴露的最大值 近似 至少近似 所以說呢 可不可以說 回來看說 怎麼樣把一個人的腔調 變成另外一個腔調 也許我改共振風位置 怎麼改 找到這個pole 我可以選它在哪個 這個 在單位員裡面 它在哪個角度上面 故意把那個角度跳開來 或許一個人的那個音色就變了 那這是不是一個linear filter 這不是linear filter 這是一個nonlinear operation 因為我們是把那個 這個是把我們這個 想辦法把這個形狀換掉 所以我們如果後來 如果我們要跳開以後 再重新回推這個 再連成回來就得到了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新的可學員用它來seasize 或許這樣試試看可不可以 把一個人的identity 把它給隱藏起來 這是我一個建議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work 但是我心裡面是想著 這樣的做法 所以各位有興趣可以這樣做做看 Any comment 關於這種做法 那這有我的意思嗎 改那個form and frequency location 怎麼改一種改法 就是要找後 然後把它的位置換掉 好 那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呢 我們這個其實有學過 這個Levinson Durbin 有一個禮拜在探討這件事情 那Levinson Durbin 各位記不記得算出來 會有一些k的係數對不對 那個k的係數名稱叫什麼 叫做reflection coefficient 對不對 叫做反射率啊 那這個反射率如果各位記得 所以它那個有線成的algorithm MetLife也有線成的函式可以用 那得到這個反射率 我們就可以從signal speech 去回歸excitation 那等效的它的這個inverse system 就是從excitation 合成的時候是從excitation 同樣用這種反射係數 這可以跟負配交錯的 一個lattice junction 所以可以把這個合成出來 他們也曾經argue過說 曾經解釋過說 這些反射係數跟口腔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跟我們 一個multi-tube的那種model 一種好像基於物理的那個管 一段管子接起來 反射率跟管子的接 每個地方它相鄰兩組兩結的 半徑的比例有關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的話 我是想過 這也許也是個建議 或許我們要怎麼樣 改一個人的insert 算出這些k coefficient以後呢 故意把其中幾結 稍微那個 反射係數稍微調整一下 那對應到的這個物理意義 就是它對應到那個發生的那個 口腔的那個形狀就不一樣 你會覺得這有什麼道理 你會覺得這有什麼道理 算出來 就是Linear prediction 這個都很快算 因為這是一個快速的計算 快計算 算出來k 故意調整k 看看說音色會不會產生變化 調完以後 然後再反過來 給它原來是音色的 那也許可以不用換 再合成回來 看看會不會這個人今天講話 然後變成怪槍怪標 有沒有這個可能 講話假的就是k 都嘴巴不張開 就不太像我講話聲音 是不是 就不太像我講話聲音 所以k把k都調整以致 或者怎麼樣 有可能做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 而且仍然保持聲音的自然性 我這樣講話還是很自然 也是很自然 對不對 還是很自然 我嘴巴不張開 音色就不一樣 也許可以做過Livis and Dirty來做 但我會很有興趣 如果同學願意選這個方法 You've got my full support 我很想看看這個結果會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細節要注意地方 好 以上講到是跟LP比較有關的方式 如果要閃的 solar modeling 大概也可以做 因為閃的 solar modeling 有個好處 它叫做 additive synthesis 意思它的自由度是最高的 我們可以任意調整每一個track 找pick以後 找這個tripick以後 每一個track的能量都可以調整 我們那個自由度是最具有可塑性的 最具有可塑性 所以它要能夠轉換insert 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是它可能也比較複雜一點 那麼 我會覺得說 這個方式要做的話 它一個最困難的地方 有兩個困難的地方 第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我們當初在做作業2的時候 都是把整個檔案下去看的 我相信是 好像是 有沒有 就是說 我們是錄完整個 我們並沒有特別去探討說 那個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就是可能 如果要做 用在這個詐騙的應用好了 要在這個詐騙的應用的話 你就需要paintention 我們寫出來的那個algorithm 如果要改 比如說要改什麼地方的話 那麼 不能夠回頭看就是了 所以這個causability 做的時候呢 必須要能夠support streaming 這一點的話 就我所知 在做sign sort of modeling 這個領域 到底都是在做後製 這個型能 可以拿來做改成歌 可以把你講話 講來畫起來 改成小星星都是可以的 就是 就變成多多說 但是那些都是後製 那些都不是streaming 所以 怎麼樣把它 你在如果選擇這個方法的話 怎麼樣把我們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心理的方向 因為這個領域的人 在做sign sort of modeling裡面 我還沒有不太知道 這個人 是在做causal的領域 有限的latency之下 我還沒有看過有沒有這樣做 那此外 為什麼容易做的話 就是我們 在做最二時候 每次出現指令 就變成雜訊 做出來效果好不好 比方說 the fifth jar contains big juicy peaches 所以fifth is the fifth 有沒有都就變成破掉了 對不對 如果你硬是用sign sort of modeling 做的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當我們沒有很明顯出現 能量集中在一些蛤蠻的樣子 這邊又外七八糟 那七八糟的話 怎麼樣在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選擇不要做三個photo modeling 現在都switching了 遇到transition的情況 並沒有很突出的 harmonic structure的時候 是不是就得要選擇 放棄三個photo modeling 改成搞不好原因重現就可以了 那個反正不太 也許一個人講話的特色 並不是出現在哪裡 我講的10 跟你講的10 應該是差不多的意思 這個的意思 所以是不是經過這些 這個transition的時候 我這樣講的不太多 經過transition 要不要選擇放棄 不要做閃兜的 modeling 所以 in general我覺得說 可能一個方向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先看這個 decomposition 等一下再講這個 這張slide其實是一個 一個接近結論的slide 就是說 有沒有哪些 我們剛剛講的linear prediction 講到槍 講到調 講到閃兜 model 講到他的自由度 有沒有一些 除了 除了槍調以外 什麼樣特色是一個人講話他的特色 我想講一個最簡單 有人講說 張小燕講話很有 速度很快 陶晶瑩講話速度很快 那個快是他的特色 所以搞不好簡單的 把我們講話速度加快 會變慢一點點 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不再是你 你就幻然一新 就不一樣 有沒有這種可能 那有人就說 另外一個叫做 這個叫horseness 沙啞性 有些人講話就是比較沙啞 柯P講話有沒有滿沙啞的 還是有沒有 甚至可以講話有沒有滿沙啞的 然後 那個喉音比較重 所以 這種的話 有沒有可能他是出現在 也許是他的source 他的聲帶 他那個聲帶可能就是 有 長一個什麼疙爸 或什麼的 就會變沙啞 或是渴韶蝦的 韶蝦怎麼要模特兒 韶蝦是出生在槍 還是在吊 我認為可能會出現在那個excited source 所以也許有一些hypermodeling 也許你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先用LP找出那個source 再從那個source裡面去再做 Sanational Modeling 或是說 帶我給各位看一個demo 這個叫sign加上 noise decomposition 凡是不能夠用harmonic 能夠表現得很好的話 剩下的東西叫residual 剩下的東西 可不可以把剩下的東西 再來去做noise 用LP來做noise的modeling 找它的spectral envelope 所以就有sign的部分 有這個noise的部分 兩者疊加起來 那也許透過調整sign跟noise的比例 一個人聲音就會變得比較有磁性 或者比較沒有磁性 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 我來聽聽看接下來 下一張 我要給各位看這個demo 這個demo呢 這張slide我之前給各位看過 但之前我們用的聲音的範例是大劍琴 今天剛剛那個助教講的當地 harpsichord 那現在呢 同樣這個algam 那我們再做的是sign加上noise 加上transit的disccomposition 那我們這次呢 用的是一個voice example 唱歌的一個例子 我來聽聽看 這是一個唱歌的一個例子 I am sitting in the morning at the diner on the corner I am waiting at the counter for the man to pour the coffee and he feels it only halfway and before I even argue he is looking out the window at somebody coming in 這個是在某一個語音辨認的一個資料庫裡面 好像是TIMIT 還是什麼之類的 的語調 這個語調 那我先給各位看說 這個就叫做transit 就是我們當初我在做decomposition的時候 我們在這些moment放棄做sign加上noise的modeling 這個太難做 做的一定效果不好 所以我們就放棄 放棄的部分是聽你還是這樣 I am sitting in the morning I am sitting in the morning 我歌詞不記得 這個是我們放棄的部分 那既然是說 沒放棄的部分呢 它是the sinusoid 所有那些harmonics 全部抓起來 然後合成出來的聲音 其實已經蠻完整 其實已經蠻完整 I am sitting in the morning at the diner on the corner I am waiting at the counter for the men for the coffee 好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剛剛要講 剩下的部分聽起來像這樣 聽得到嗎 這個聽起來像什麼 有沒有pitch 這個聲音有沒有pitch 有沒有 有沒有影高 基本上是不是有點像是 只剩下氣的部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方塊圖 我們今天不講細節 但是我覺得原則上 是可以做到的 通過這個拆解 可以把那個氣的部分 如果我們把氣的部分 特別再強調一點 把這個摔一點點 也許那個合成出來的聲音 今天特別 那個聲音就會變得 品質變得不太一樣 而且可能也可以保持得滿natural 所以這種decomposition 也是一種可以 那可能各位會問說 那這些東西疊加回來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可以啊 我們當初把這三個聲音 都分別拆開以後 它還可以再拼不拼回來 所以各位聽聽看 整個拼回來的聲音 跟原來的像不像 就是至少可以做到說 拼回來是很natural I am sitting in the morning at the diner on the corner I am waiting at the counter 那你們要相信我 這個不是原來的那個音檔 這是這三個 這三個疊加起來 加起來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 但這裡面就有很多的細節可以來玩 所以我今天希望說 透過這樣可以想像 如果你能夠拆成這三個的話 分別做什麼不同處理 可以讓一個人聲音 變成不是他的聲音 這就是我給各位提出來的 一個挑戰與要求 好 那 所以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但是上次跟各位介紹 也許可以用LP LP可以改code location 來改那個former的frequency 這是一種方式 LP呢也可以直接從 Limithus Derby的那個 reflectance reflection coefficient來出發 它的物理意義呢 是改變對應到的 口腔的形狀 直接改形狀 這可能可以做到 那如果閃爍 model 它的好處是 你要改pitch很容易 所以男生改女生 大概一下就改完了 高八度也許就可以了 但是也許也沒那麼單純 也許弄出來是不natural 其實我會挑戰 如果直接調八度 不能弄在不natural 所以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細節 是在能夠不更動 former frequency之下 能夠敢pitch 這是我給你們一個挑戰 我的聲音跟成語家成語講R 都是R 如果直接把我的聲音 每一個那個 按照它的證符 直接以兩倍頻率的話 是高過八度沒錯 可是那個音質變掉 所以可能會影響到naturalness 所以這邊我們也許加一個註解 用閃 如果各位想要用閃爍說的model的話 我希望改pitch過程中 可不可以不要改former frequency 那時候你要怎麼做 所以你要去想看 這個可能可以這樣做 另外的話呢 速度跟磁性也許都影響 也都是一個人的聲音之所以 是他的聲音的重要的一些特徵 所以這些的這樣一個一表 第一張最後的slide 請各位去想想看 那就hopefully 三個禮拜後 各位能夠 大家能夠有一些 新鮮有趣的東西能夠做出來 好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紹 好 any question 有沒有立刻想討論 那麼下禮拜好不好 我們這個禮拜之間請你們 請 你剛剛舉手嗎 沒有 好 那這個禮拜請你們就上 我會邀請你們去把 正常把你們組別去確定下來 誰跟誰一組上網去登記一下 那麼 下禮拜開始我可能就會一組一組問你們說做得怎麼樣 好 大概 所以接下來幾個禮拜 我會 我會 盡量跟你們保持聯繫 好 助教會盡量跟你們保持聯繫 那 以上就是關於這個期望發展跟大家分享 好 那 謝謝 好 下禮拜見 拜拜 好 有 阿